好 那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钟老师 来我们来掌声有请 谢谢 谢谢 我们有改良厂分厂的主任 还有燕山政府农业处 农务科的科长 那我们有很多长官在这边 还有校长 那我们就一一介绍了 那因为时间只给我40分钟 我准备了80张的幻灯片 再介绍下去的话可能就会来不及了 OK 那我们要插秧之前 我想就是说很多很多 都对农业没有接触过 所以我想还是就是说 把整个水稻的一生 那水稻它整个的那个 从灾培开始到采收的整个流程 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有一些会融入 那个老祖先的一些智慧 那里头有很多的那个 顺口流都是我自己编的 那我自己本身我叫做农术 那我一直都在 在武威港文教初勁会这边当义工 所以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成果当成 就是自己的就是 像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提供在废里头 大家共同来使用 好那我想我们先讲一个叫做土地伦理 这块土地适合种到 我们就拿来种到 这块土地适合种到 我们就不要拿来盖房子 不要拿来种菜 不要拿来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说在我们以往 政府一直它本身没有过土土的话 也没有区域计划 我们就只有一个 对土地的利用就是一个都市计划 那都市计划会造成的 就是土地利用上的一些 蛮大的问题 而且都市计划的 早期的都市计划 它是因为它不受制于代表会的管辖 会变成的乡镇市公主 这个乡镇市长他本身个人的一个 他想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的一种方式 那当然这几年是不会这样子 但是在以前可以看到很多都市计划 是有很多的阴影的地方存在 OK 那土地伦理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大陆拍的 土能生白玉 地可出黄金 当然我们有很多文字上面 也都会讲这些东西 但是老了一辈的人他搞不清楚 土怎么去生白玉 跟地怎么生黄金 因为年轻人都知道 只要把地卖了就总共有了 好 那这叫做大厨公 但早期移民来台湾的这些移民 我们不要讲什么中国人 或者是台湾人 这个会造成一些种族上的一些对立 但是从我们早期移民来的这些祖先 第一 他近天谢地为鬼神 所以说 他看到大树 他就说他是大厨公 看着大厨公 他就说他就是大厨公 所以说 处处都可以看到像 相配似像这种的信仰 那老祖先他也会在自己的前头去盖一个土地公庙 那希望土地公能够保护我们 也能够让我们去够丰收 那这个在依然比较少 但是在中南部非常的多 老祖先会将一个坟墓 自己家庭的坟墓就建构在自己的水道的前提上面 事实上说 并不是什么深宗坟源 最重要的就是 防止子孙把土地卖掉 因为你要卖掉的话 你这个祖坟要迁移 那搞不好 这个祖坟已经好几代了 必须要在后世的子孙 大家同同同意 那这个土地就不好卖了 好 那我们一般来讲 在农民来讲的话 尤其在宜蘭 我们只有一起到座 那一起到座 一起到座 採收之后 就开始去种绿肥 那绿肥 我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 他在开花期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这个孤单油 好 但是现在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农民只要是 不要太 因为大长不太胖 一影机就很难作业 所以说 都是矮矮的就把它 铲掉了 就把它打入到土壤里头 那反而我们所需要的 这些孤单油 就是失去效用 那农民要的只是一个补助款 那真正的 因为种绿肥 需要去获得的那些肥 反而是得不到 好 那我们讲说 什么样的土地是好的 就是要团力化 好 你如果是旱地的话 这又是 水稻田 我们说老一辈 就说了 这棋可以的 好 那那个旱地的话 就是要 让它能够团力化 那团力化的话 突然它的物理性化 原性 生物性都会非常的好 好 像这种土地的话 你可能随便挖里头 就会有蚯蚓 好 那在使用堆肥 使用堆肥 我们在一般来讲 我们讲油体栽培的话 那土壤中 必须要去使用大量的堆肥 那这个是在水稻田里头 使用堆肥 那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说 那一包一包放下去而已 一包一包放下去 都说很简单 但是你这一包 假定说一包30公斤 你要走进去 脚踩下去很简单 但是后脚跟要提起来很困难 好 所以你这三四百包 四五百包 放到田里头之后 你两只脚会震倒 好 所以农民不是 我们所想像的 那么的轻松愉快 好 那 这是我自己在 这是我们家自己的 好 就是说 我有在处理过期的牛奶 我从一百年 元旦开始 到现在 总共处理了一万六千公斤 好 那这些牛奶要放到哪边去 我自己喝不完 因为都过急了 要洗澡的话 我也洗不了明白 所以就通通放到田里头去 那放到田里头去 自然就能够让土壤中 就是增加土壤的养分 好 那 再来我们讲整地 在艺人来讲 我们讲说 东北季风冷瘦瘦瘦 缩衣老牛 起腰喝 找出晚归田中过 让你土壤求豐收 好 这个蛮写照的 对不起 这个是我写的 不是什么大师人写的 好 那我们来讲牛 牛它是有户籍的 以前在农村 可能你家里十一个人 日本时代 家里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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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家里头 如果十一头牛 那你就是必须要报备 而且必须还蛮繁琐 好 因为这句时代 这个牛除了 帮我们更做之外 它还是卷翻管制的 它随时可以征收 下去做为军粮 好 那现在能够看到 看到的水牛 它已经不是在帮我们 在做任何的操作 好 这些都是养来要杀的 好 当做牛用的 好 那 牛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叫做 木鯊 好 那这条叫做 鞋 这条叫做鞋 鞋鞋 鞋鞋鞋鞋 那是鞋鞋 那个绳子 然后 牛 它在 使力的使力点 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牛丹 台译有 一句话说 就说 生孩子穿穿在鞋鞋 生孩子共有鞋鞋 好 那这个牛丹 如果 因为它是使力点 如果说你在雕刻的时候 弄得不均匀的话 那这头牛就不好驾驭 就好像说 这句话就是说 生孩子穿在鞋鞋 你拖得生幾个鞋 你拖得多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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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边的这边的土地 都是历史地 都是酒桃地 那如果你们去过梅花湖 那黄春敏在梅花社区那边做社造经营的时候 他就用所谓的梆膏花酒桃 梆膏花酒桃 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拖得多鞋 拖得多鞋 这边这边的人 他一种拖得多鞋 做酒桃 就是围墙 比较小的就拿来盖这个田梗 田梗这个叫禅花 禅花 那这里头的土地 都是像是历史跟细沙 然后初期是种地瓜 慢慢的因为那个可能是气候的关系 或者是洪水 或者说你引进来灌溉水 或者是落成 慢慢的土里头才会有泥土 那有泥土之后开始才种水稻 那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老一辈的讲说 他们早期在种水稻 不是像现在用手这样子可以连续擦阳 是必须要拿一个器具 一个比较硬的树枝 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 把秧苗放上去 然后两只手再去把它扶起来 把它扶正 所以在中游地段的这些农民 他们会笑上游的跟下游的 说平衣一家里 挂两千斤的人去做产 但是在上游的跟下游 那个两千斤 就已经是很好的修行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历史地 这里头全部都是石头 那这种地它的排水性很好 问题是它的保肥性很差 所以说你必须要使用更大量的肥料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地田 地田叫做浪蚕 叫浪蚕 像这种地方在伊朗靠海边的滴地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擦秧的时候 必须要采在竹竿上面 割到的时候 甚至于是要过程来去挂地方 这个字叫做地 第一点就是浪蚕 浪蚕 那在春耕的期间 我们用牛来帮我们工作 那牛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以前在整地 它必须要有四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是叫做梨田 第二道叫做挂蚕 第三道叫手蚕 第四道叫帕蚕 梨田是将表土把它翻过来 变成一个大块的土块 然后挂蚕它是 等一下我们就看照片 它上面会有一排铸铁做的刀子 然后用牛再拖着走 纵向横向把它切成小土块 那第三个是 就是也是用牛拖着 但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防水 就是把那些小土块 把它扰动 变成是一个泥状 它不一定很平 所以必须要透过第四道的这个路堵 去把它整平 这两个字 可能日本人看得懂 我们学中你们觉得看不懂 你去查字典 它只写一个圆柱形的农具 它只写一个圆柱形的农具 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圆柱形的农具 那这个就是牛梨 这个是挂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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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拿蚕 所以说说 挂蚕蚕是大地 挂蚕就挂小蚕 手蚕蚕蚕 中蚕蚕蚕 哪多多多多 哪多多多多多 以前大概牛在这个动作里头 最吃力的是这个 是这个 是做入度的这个部分 好 那在 因为现在在台湾已经拍很难去拍到那个实景 所以只能去拍模型 模型 這個是凍山香農會裡頭的模型 因為我一次去那邊拍他們牆壁的時候 那他們正好那個指導員出來問我說 你要幹嘛 我說要拍這個 啊來來來 看那一張你看 這個他們參展的當初都會動 展示完畢之後會動 那這個就是李田 那前面的這一塊 最前面的這一塊叫做雷陶堵 那如果說你有去過吳威港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們那邊有所謂的五銀兵駕 那個臉陶堵就是他們一般來講 我們在農村稱為有破殺的功能 那打掛壁 掛壁的時候大家說打掛壁 人要站在這上頭就利用這個刀子來割 啊這樣就塞手壁 手壁不是說打手壁 你必須要用手來控制 那這樣就怕拿掛 那拿掛很重喔 人站在上面是因為很不平的時候 在比較高的地方要把它擠壓到比較平的時候 人才站上去 那要不然的話人是不站上去的 那這個就是塞丘堵 這個是從前年的第一銀行的月曆上官拍下來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塞丘堵 那這個地方就把它導成是泥狀 好 啊 好